胡元的三分球问题很严重 33.9%的三分球运动力排到联盟第26位 但正如某些球运说的 胡元又不是垫底 至少还有次支球队更差 黑熊、阳斐、尼克斯、太阳 但比三分运动力更高糟的是罚球运动力 差到什么程度呢?联盟垫底 胡元的罚球运动力目前仅仅只有68.7% 达到百分之七十 在三分上的那四位乱修乱笛 能人陪胡元了 三分运动力最高的竟然是龙哥 主力阵容里三分运动力最高的是加勒斯 如果以联盟中卫球队的防球运动力有基准 第15的77.3% 第16的76.9% 如果胡元的防球运动力达到中卫水平 以产均23.64的防球数来看 连产至少能够多拿两分 确保胡元聚后赛能有任何问题 甚至很有可能冲击胜半区 但这些都只是假设 英心四射至少能保证聚后赛资格无量 英心四铁格连聚后赛资格很难保证 联盟垫底的防球水平 正是胡元冲击聚后赛的最大阻碍 台湾剧烈 要小装起 作为弟弟 联盟老头子马刺步 40.9%的三分目准力是联盟第一 82.3%的法兰目准力也是联盟第一 胡元没有投篮教练 原因就是热盾的功 赛季前魔术师想请一个投篮教练 但热盾拒绝了 要知道投射强如勇士队都聘请了那十对球员进行辅导 胡元的所谓四少确认都没有培养投射能力的意识呢 这也不能怪管理层 毕竟聘请投篮教练是热盾该端的事情 因为管理层只付主教练薪水 主教练组是主教练该做的事情 所以目前胡元没有投篮教练的艰难处境 完全是因为热盾到个人选择问题 有求你说 别平凡球也变比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影响竞技货赛 但是你不能忽视的是 胡元发封面众力联盟第十分 而且面众力联盟第二十区 都好于胡元队 且胡元队拥有联盟权务的防守 而且 最近几场比赛 胡元队的方法又有提升了 这些都是胡元不具有的优势 另外 根据著名数据统计网站 BasketballRefianC 胡元打进最后费的几率为6% BasketballRefianC